大家好,我是小月 早上八点起来再到照星洞寨 到处逛一逛看一看 十点在这里的时候有一个迎宾的表演 我们等到十点 现在在周边转一转 现在是周边的景色 到鼓成熟了 配上洞寨的鼓楼 洞族大多数都会唱歌 而且他们是多人分声部 无伴奏大合唱的这种 没有经过专业训练 只凭天生对音乐的敏感 表达出对生活的各种情感 迎宾的演唱就开始了 我们来听一听 很多人合唱的时候 还分声部 高音部低音部 混声和声 还有花腔 而且这个洞族歌唱 还被誉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他们的服装也非常有特色 头上戴着银饰 脖子上也是挂着银饰 脚下面是绑的那个绳子 穿着布鞋 重新歌曲 绑本室 穿着银饰 词词 迎宾表演结束之后 我们走进洞寨的深处 去探访一下当地的人家 看是怎么样的 前方这个是风雨桥 来照星洞站可以体验的 就是它这里的蜡染跟采染 这是当地他们晒的辣椒 花生 有点那个晒秋的感觉了 现在寨子里好多的房子都在重建 也可能是因为现在旅游的人多了 现在好多做客栈的 所以就在装修了 但是还是很好的保持了原始的一个风 这家就是做蜡染的 蜡染是他们这里千年世代传承的一个记忆 一般多是呈现蓝底白花 或者是白底兰花的各种图案 这儿的采染也是传统工艺 制作也特别的复杂 所以买一个他们的蜡染跟采染 都十分的珍贵 这里说是藏在大山深处的背包客天堂 随处都可见当地的风土人情 里面还有很多的小店 比如说卖民族衣服的 买民族服饰的 这里有一大捧的玫瑰花 这个小店是卖民族服饰衣服的 这里是卖工艺品的 它这里好多的说有一些特效药也挺好的 听说实话 听说实话 przep Zither Harp 这里特色的东西纯糯米米酒三十五一斤 这里卖腊染的帽子 还有衣服 包包 寨子里分布着五个鼓楼 这是在我国最大的一个鼓楼群 也保存得最为完整 卖银式的 环 这里是看照星洞寨全景的一个平台 晚上这里也是看全寨子的一个夜景的地方 非常的壮观 看完全景的地方 我们就去下一个景点了 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谢谢大家的支持 拜拜 拜拜